你现在看到的是被外星侵略者摧毁的月球 很快接踵而来的海啸和地震 让所有城市毁于一旦 更糟糕的是外星掠夺者的入侵之下 人类为了抵抗 不得不使用核武器反击 最后 人类赢得了战争 但却也彻底失去了地球 核武器的破坏污染之下 大部分的地区已无法生存 幸存的人类只有离开地球重新寻找家园 于是人类在太空中建造了眼前这一步 名为泰特的中转战 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 终于将所有幸存人类移居到了土星的最大卫星泰坦星上 除了眼前的男人杰克和他的搭档维卡 他们作为最后的人类驻守在地球上 守护着眼前叫做水能塔的功能平台 他能够将地球上的海水 转化为聚变能为泰坦星提供能源 而此时的地球也并不安全 残留的外星人依旧不死心 不知疲惫地破坏保护水能塔的无人机 而杰克的日常工作就是寻查和对无人机的维护 搭档维卡在指挥塔进行监控 这天杰克登上了专属于他的气泡船后 49号技师为您服务 开始了49号维修工技师的日常巡查工作 此时维卡通知他有两架无人机被击落 杰克赶到目的地后 熟练地维修好眼前的166号无人机 但是附近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 维卡通过监控急忙提醒杰克 杰克警觉回头戒备 发现虚惊异常 只是一只流浪狗 维修好的无人机扫描完坑洞后 也没有发现异常直接离开了 接着杰克又驾驶着他的小毛驴 跟着信号来到了另一架172号无人机的坠毁地点 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从眼前这个沉洞里传来 杰克沿着绳子来到地底 与此同时外星掠夺者还在继续监视着他 杰克几番搜寻终于找到类似无人机的时候 掀开一看 发现被骗了 意识到中了埋伏的杰克想要撤离 但地上的陷阱将他直接拖走 杰克及时地开枪射穿了陷阱 想要返回地面时 不料绳索被外面的外星掠夺者切断 这让他直接掉下来 可是秉承着主角不死的特性 他若无其事地爬起来准备反击 还好一直远程监控的维卡 骑士联系的无人机感到 在无人机的强大火力支援下 外星生物无一信念 准备离开的杰克无意中看到一本掉落的书籍 带上书籍他回到了地面 或不担心的是他心爱的小毛驴不见了 回到基地后杰克看到了这本叫做《古罗马歌摇领》 一句属于他的最重要的话 晚上和搭档维卡吃着浪漫的烛光晚餐 维卡兴奋地跟杰克憧憬着 再坚持两周就能够光荣退休 回到泰坦新了 但是杰克明显有心事 他告诉维卡 今天的那些外星生物 似乎并不准备杀死他 而是想要抓住他 维卡为了避免最后的时间里多声势端 于是盛情邀请杰克来一场泳池运动 杰克的思绪瞬间被清零了 第二天醒来 又一个噩耗传来 远处的一个水能塔发生爆炸 杰克过去查看 他猜测分析是外星掠夺者 最近偷走的十个无人机的电池燃料 改装成的炸弹炸毁了水能塔 与此同时在控制塔监测的维卡 发现了附近有不明信号传来 杰克立马过去查看 来到帝国大厦的遗址 杰克意识到 他最近无数次梦到的零碎场景里 就有眼前这个地方 同时出现的最多的还有一个神秘的女人 他没再多想 因为在回到地球工作前 为了保密 他和维卡在五年前就被清除了记忆 探查之下 杰克找到了信号的来源 外星生物将这栋建筑当作天线 再向地外传递信号 维卡这边破解之下 发现是一组坐标 显示的是17区的一个荒郊野岭 秉承着想不通就不想的原则 杰克直接切断了信号 在归航之前 杰克借口巡查边境 利用边境辐射的影响 切断了和控制塔的联系 接着他驾驶着气泡船 穿过一道天然的屏障 来到了独属于他的秘密基地 这是他精心建造的一间湖边小屋 这里有他收集到的绝版唱片和图书 只有在这里 他才能够放下一切 感受作为一个普通人 真实的生活在地球的感受 其实杰克并不想离开地球 也放不下这里的一切 正当他躺在湖边休息的时候 远处的声响吸引了他 他发现有个飞船降落到了17区 意识到不对劲的 他马上驾驶飞船赶过去 控制塔的维卡也发现了异常 马上联系了泰坦星上的指挥中心 可是未来社会的有关部门 依旧改不了朝九晚五的习惯 以马上要下班的原因 命令杰克马上返航 他们已经安排了无人机去执行任务 此时的杰克已经赶到了现场 他看到了坠毁的飞船 似乎是人类的信号 只是很古老的那种 接着他又发现了 五个躺在休眠舱内的幸存人类 并且其中一个竟然是 经常出现在他梦中的神秘女人 还来不及诧异 无人机此时也赶了过来 扫描完后直接炸毁了休眠舱 看着其他的四个幸存者被残忍的杀害 杰克反应了过来 直接用身体挡在了最后一个幸存者身前 才保住了这个神秘女人的性命 不远处一个外星生物的枪已经瞄准了杰克 但身边的其他人制止了他 随后带着休眠舱杰克回到了基地 等到女人醒来后 杰克才了解到女人名叫朱莉亚 已经休眠了至少六十年的时间 奇怪的是 她醒过来的第一时间就认出了杰克 并且叫出了她的名字 而且了解到外星人侵略摧毁了地球的事情后 她并没有什么反应 反而是看到维卡牵住了杰克的手势 露出了悲伤的笑容 这也让维卡感受到了爱情的危机 出于女人的第六感 维卡只走了朱莉亚 她告诉杰克 眼前的女人身份不明 她明天就通知指挥中心尽快地派人接走 听着维卡带着哀求的语气 杰克沉默不语 随后杰克找到朱莉亚告知了她这个事情 但是朱莉亚拒绝了 在没有了解到飞船的真实情况下 她不会离开的 于是杰克偷偷地带着她 赶往飞船坠毁的17区再次查看 在这里朱莉亚刚成功找到了飞船的黑匣子 杰克就被突然出现的外星生物袭击 在指挥塔的维卡也通过监控得知了一切 顾不得多想等到控制中心上班 马上告知了情况申请无人机去搜查 而杰克这边从昏迷中醒来后 发现自己被控制住了 更让他匪夷所思的是所谓的外星侵略者竟然是人类 这不相当于前面这么几分钟白看了不是 眼前竟然是人类幸存者的基地 幸存者首领老黑告诉了杰克一个更让他怀疑人生的事情 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外星生物 无人机的目的是猎杀幸存的人类 而他们所谓的装甲和头盔是为了伪装 从而躲避无人机的搜寻 老黑没有继续说太多 带着杰克参观基地的同时也告诉了杰克他们的计划 原来他们用信号让飞船返航的目的 是为了得到眼前这个飞船上的合反应堆 加上他们截获的无人机的电池燃料 制造出了一个威力相当于核弹的炸药 他们要用缴获的172毫无人机运载着炸篮 送到泰特中转站上将其炸火 而绑架杰克的目的 是因为他们没有操作修改无人机程序的权限 而作为49号技师的杰克友 但显然杰克以泰特上还有其他人类为由拒绝了 老黑似乎没有继续说服他的内心 士兵二话没说一枪击倒了杰克 接着把朱利亚带了上来 用朱利亚的性命威胁杰克就范 此时基地的警报声响起 无人机通过杰克的DNA信号搜寻到了这里 他们显然早有准备 付出了一人的代价后 成功地击毁了无人机 老黑这时知道一个无人机出现 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无人机 他带着杰克来到基地另一个门口 打开门之后 杰克也看到了他心爱的小毛驴 老黑直接释放了他和朱利亚 并且告诉杰克 杰克当然选择拒绝 毕竟辐射区是人类的禁区 进去了就没有活着出来的 杰克带着朱利亚来到了帝国大厦遗址 他终于问出了心里的疑惑 他想要了解眼前女人的真实身份 以及他的目的是什么 朱利亚告诉杰克 他们本来是一起去执行任务 而任务的目标 就是去调查深空探测器 发现的一个外星生物 所以他们都进入休眠苍尘睡 他猜测杰克和维卡 应该是最先被唤醒了 最重要的是 当时去调查的外星生物 就是当下所谓的泰特中转战 这让杰克不止怀疑人生 而是简直要颠覆人生了 他不愿意相信这一切 继续质问朱利亚 看到杰克仿佛陷入了沉思 朱利亚继续说杰克之前 曾经就在这里向他求婚 当朱利亚拿出了 一直随身携带的求婚戒指后 杰克终于想起了这段记忆 朱利亚激动地拥抱着杰克 此时维卡控制着杰克的飞船 也找到了他们 看到这一幕的维卡 心里一定在唱 于是当杰克带着朱利亚 回到控制塔的时候 维卡没有选择开门 而是直接联系了指挥中心 他告诉指挥中心 杰克被幸存者迷惑 不适合继续执行任务 话音刚落 门却突然自动打开了 杰克还在继续劝说着维卡 刚准备告诉维卡真相时 一个无人机缓缓出现 维卡直接被无人机轰了个粉碎 无人机继续逼近 武器瞄准了杰克 这是门外的朱利亚控制杰克的气泡船 关键时候击落了无人机 他们成功地逃了出来 接着更多的无人机开始追赶他们 幸好杰克利用高超的驾驶技术 逐一地击落 他们的飞船也来到了辐射区边缘 刚想调整方向 再次出现的一架无人机 直接将他们的飞船撞进了辐射区 看着身体并无大碍 杰克随即一枪解决了无人机 他们的飞船也失控坠落了下来 杰克看到不远处有浓烟飘起 飞快地跑过去查看 他看到有个人从标记着52号的气泡船下来 准备修理无人机 杰克飞快地跑过去想要提醒他 突然两个人都愣住了 两个一模一样的杰克 这一刻杰克终于误了 原来所谓的辐射区 只是为了防止不同编号的杰克碰面而已 而他们全都是所谓的克隆人 听到动静赶过来的朱利亚 看着眼前两个老公也怀疑人生了 52号杰克看到朱利亚 同样脑海里闪过了那段回忆 趁着52号杰克分心 49号杰克和他扭打在了一起 抢老婆之战开始了 最后还是49号杰克占据上风 赶在无人机启动之前 一把扯下了无人机的电池 他急忙跑过去查看朱利亚 发现他被刚刚打斗下射出的子弹物伤了 杰克看着眼前的52号气泡船 他冒险驾驶着飞船来到了52号控制他 第一时间找到治疗设备后 来不及跟同样一起被克隆的52号维卡说些什么 带上治疗设备后直接离开了 治疗好朱利亚后 杰克带他来到了他的秘密基地湖边小屋当中 他歉意地告诉朱利亚 很抱歉他并不是他爱的那个杰克 只是他控制不了自己 因为他的记忆从起点开始就深爱着朱利亚 朱利亚深深地看着杰克 开始告诉他和杰克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接着朱利亚吻上了杰克 他清楚哪怕眼前的杰克只是克隆体 但是他就是他 他也是同样真实的杰克 在湖边小屋度过了不可描述的一夜后 第二天醒来的杰克 带着朱利亚重新回到了人类幸存者的基地 他清楚现在的他们需要他的帮助 老黑见到杰克后 也开始跟杰克解释 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他真相的话 是个正常人都不会相信的 只有让他自己去寻找答案 同时来到基地内 看着杰克设置着无人机的程序 老黑也告诉了杰克更多的真相 原来当时外星生物的侵略 是利用飞船 放下了成千上万个 被抹除了记忆的杰克克龙体 他是地球上最优秀的士兵 却变成了被外星人操纵的杀人凶手 而所谓的水能塔 只是外星生物继续掠夺地球能源的工具 他们观察了60年也等了60年 终于等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杰克出现 因为他会主动地了解书籍 也会不顾生命为他人挡住无人机 这让老黑坚信49号杰克觉醒了原始杰克的信念 杰克这边也终于设置好了无人机 可当他们正准备释放无人机的时候 基地的大门刚打开 几架无人机突然出现 飞快地进入到基地后开始无差别的攻击 在无人机的强大火力下 幸存者人类死伤无数 他们的奋起反抗 终于击毁了所有无人机 可是运送炸药的无人机也被毁坏了 刚成为指挥官一分钟的时间都不到 杰克无法接受这一切 于是他决定自己带着炸弹上去 朱利亚走了出来 告诉杰克 指挥中心之前就说过让杰克带着他回去树职的 于是他们决定把炸弹放到朱利亚的休眠舱 让朱利亚躺在上面 驾驶着气泡船 他们终于来到了泰坦中转战 经过指挥官的确认后 杰克第一次进入到了泰特的内部 在这里 他也看到了无数个他和维卡的克隆体 也第一次看到了外星生物 眼前这个三角形的机械体 杰克打开了休眠舱 老黑坐了起来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原来为了保护朱利亚 他和老黑已经将他送到了湖边小屋 在这里杰克最后一次说出了那段话 接着和老黑一起启动了炸弹 一道绚烂的烟花绽放 无数已经飞到人类基地门口的无人机坠落 幸存的人类知道他们成功了 电影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三年的时间过去 朱利亚带着和杰克所生的女儿 平静地生活在湖边小屋 可是这一天 杰克再次出现了 52号 杰克凭借着记忆里的本能 终于找到了朱利亚 找到了也是他人生记忆初始里 那个最爱的女人 我叫 Jack Harper 我叫 Jack Harper 我叫家宫 我叫家宫 我叫家宫